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王昌龄长期驻扎于边关,并且有着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 所以他的边赛诗就像是一首壮美的边赛风光 首先我将介绍诗人边赛诗的文学价值 由于王昌龄长期驻扎于边关,并且有着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所以他的边赛诗就像是一幅壮美的边赛风光图 我们仿佛能身临其境,真正感受大漠、孤城、雪山、雄关、烽火等景象 这些景物将将士细腻的内心世界相交融 在朴实无华的主题之中,您练出贯穿于时间与空间永恒的思考 最具代表的如那首初赛 秦时明月汉时观,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降在,不叫狐马,渡英山 区别于其他边赛诗,王昌龄的诗歌体现了更深层次的人文主义精神 有着更高的社会学价值 王昌龄生活在圣唐时期 尚武精神和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 王昌龄渴望振兴祖业,实现报复 早期的诗歌对盛世景象竭尽全力,忠贞不已的赞颂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首从军行七首,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 随着王昌龄到边赛的时间增长和对战争理解的逐渐深入 王昌龄更深层次地将家国情怀、责任和担当 阶级的不平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 这一思想最终形成了圣唐边赛诗中独特的一种风格 在他的诗中对社会和民生问题探讨剖析 这让他的边赛诗更加有血有肉 如赛下取四首,其二道 昔日长城战,闲言意气高 黄尘足筋骨,白骨,乱鹏蒲 真实描绘出了战争是怎样对统治阶级以外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王昌龄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知 在那个时代 太多边赛诗紧紧赞颂了对边民的侵犯 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的轻视和蔑视思想 体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这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局限 在空、火、瘾中 诗人不仅仅表达了极强的反战态度 还对当时最高统治机关提出了 应该改变武力镇压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 转为以得福人的怀柔之策 希望使各民族、径服、加深双方的交流和理解 促成天下太平 综上所述 王昌龄在他的边赛诗中既有艺术高度 又饱含深刻的以一个有血有肉肩并天下的观察者姿态 写出了他对战争独特的感悟和理解 具有高度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 其作品值得我们深思保存传承 最后感谢在同行评审中评论我的开题报告 并提出修改建议的孙罗蒙同学和新宁玄同学 他们的评论指出 我的研究在标点符号和思路严谨性上存在问题 使我在后续的论文中得以改进 请不吝点赞订阅